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出席我们的营养教室 今天就是讲抗氧动灵星健康 当然最好就是一次过可以满足这三个愿望 至于为什么今天会讲抗氧动灵星健康 相信大家看到我这个背景都大概知道是发生什么事 在开始之前我也先介绍自己 我叫Roger 其实是现在康宝来的营养学家 本身在香港大学就读了一个食物给营养学的学士 之后在香港食物大学就读了一个营养学相关的碩士 从事了一些保健公司的一些职业 其实都超过十年了 希望以上的经验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到一些问题 和解答大家的产品相关的知识 刚才也讲到今天正正就是3月8日 就是一个国际扶累节 其实国际扶累节 相信大家有没有听过 其实为什么会定在3月8日呢 其实跟国语来说 其实有一个叫做三八 有没有听过罵人家三八 其实三八在台湾 普通话那些来说 其实就用来说一些可能是 比较轻乏和态度粗劳的意思 但是是不是因为经常被罵是三八 才订3月8日做国际扶累节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特意找了一些上网点故 发现其实为什么会被罵是三八 原来这个来源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以前在我们的香港满清政府状态的时候 其实他开始跟外国做一些通商的时候 他订了每个月的八号 十八号和二十八号 是开放给一些外国人来到 或者一些香港来到去做生意的 在这三个八号里面 其实有些外国人来到 因为当时来说他们的衣着 最比较是开放的 所以引伸到后来 只要说一些人的举止比较轻浮的女孩 所以就跟三国八号见到外国的女士来说 做个类比 所以就骂他们做三八 所以才有一个这样的来源 但是其实国际抚女节 这个节日的来临 其实就不关这个事 其实可以追索到 原来大概是二十世纪初 因为在欧美国家的时候 因为经济开始蓬勃 尤其是在一个纺绍业里面 他需要多些的老公 当时就引入了很多女性的老公 但是他们一来是工事长 二来是比较廉价一点的 久而久之当然引起一些不满的声音 所以他们初次就在1857年的3月8号 上街游行 初时就比较少人一点 但是他每年原来都是在3月8号 都会举行作为一个游行 久而久之 其实就得到外界的关注 最后就会定立了3月8号 做这个国际抚女节 其实这个都是象征着 一些女性她们的地位 开始提高 和男性变回了一个对等的地位 也有什么原因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正正就是 这个国际抚女节 所以我们就讲一下怎么可以抗氧动力和升健康 因为其实针对女士 其实她们都很需要做一些保养 和维持健康的行为 尤其是香港的女士 更加需要去保养自己的健康 因为其实女士本身 除了如果你说 尤其是相职的人士 除了要做事之外 回家也要顾住头家 所以其实对她们的健康来说 都很重要 至于刚才我会说到 香港的女士更加重要 因为你会看到这一局表 就是日本后新劳动产 在2018年做一个平均的寿命报告 其实我们香港就是位于全球 最长寿的地区第一名 普遍来说就是男士82.2岁 而女士就是87.6岁 你会看到其实女士的寿命 是会比男士比较长一些 所以当然她们要照顾自己的健康 就更加是迫切了 而且其实这个数据 我们在香港的政府统计署 也看到 从1970年到2020年的一个平均的预期寿命 其实都是持续增长的 从1971年开始 其实大概是女士70多岁 男士60多岁 到现在2020年的评估 女士大概是88.1岁 而男士就是82.7岁 所以你看到年龄增长一来越来越高 所以你要保持自己的生活质素 当然要维持健康 同时女士当然维持健康之外 也要维持皮肤的健康 因为其实外在的样貌 其实可以令到你看下去 可能年轻一些或者衰老一些 都有机会 所以当然也要照顾皮肤的健康 所以针对今天我们怎么可以抗氧动灵星健康 当然第一个 要做一个皮肤健康的保养 同时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些排走毒素的功效 因为毒素的累积都会影响着我们的免疫能力 影响着我们皮肤的健康 还有就是当然维持我们的免疫健康 令到我们可以无病无痛 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素 而说到皮肤健康来说 其实皮肤其实是我们外面一个最大的器官 其实它主要就是做一个第一层的防御 帮助我们去保护我们的身体 免受一些细菌病毒的侵入 因为皮肤因为其实面积大 所以其实它受到的伤害都会比较多些 而且这些伤害其实来自很多不同的地方 可能是我们的年龄的增长 一些暴露在紫外线 晒得多的太阳 我们自己的压力 有机会产生一些自由基 一些污染 以及其实我们自己的生存代赤 都会制造很多不同的自由基 等等 会破坏我们的皮肤 皮肤会造成什么伤害呢 主要都会有三种 第一个就是开始了 又是一些黑斑、雀斑、色斑 第二个就是会产生了一些 眼尾、下垂、颜尾纹、法令纹等等 这些不同的皱纹的现象 就会产生了出来 最后就是我们皮肤可能会是发炎 有一些暗瘡的现象 产生了出来 这些都会影响了我们皮肤的外观 以及一些外貌的影响在里面 而说到其实 为什么会形成了一些黑斑、色斑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 其实我们皮肤都会分成不同的层 我们最低的一个基底层 其实会有一些黑色素细胞 这些黑色素细胞 其实会因应我们体内的状况 就像我们的内分泌 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荷尔蒙分泌 有没有肝部有没有毛病产生 还有看回体外的状况 刚才说过一些紫外线的暴露 接触了一些化学用品 又或者可能是药物 或者不良的化妆品等等 都会刺激到我们这些黑色素细胞 它会分泌多一些黑色素出来 你看到这些黑色素 其实它会慢慢不断不断地 由底层开始慢慢向表层移动 所以其实它是会不断地制造的 其实坊间有些就说用这个激光去到去色斑 其实这个就叫做指标不自本 为什麽呢 就是因为去色斑就是去了表层那一层的色斑 但是只要你那个管未治好 就是黑色素细胞 你不去控制住它 其实它就会继续不断地制造多些的黑色素 慢慢又会继续移动上去表层 所以其实就会是仍然保持住 虽然你用了激光一排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但是转过头可能又会再是 产生了很多的黑色素的现象出现 除了黑色素之外 另外其实我们为什麽会产生了皱纹呢 其实就是一样 因为可能我们的年龄开始是老化 或者其实受到其他自由基 其他因素影响 令我们皮肤开始老化 我们皮肤中间 其实里面含有很多的胶原蛋白 和一些的弹力蛋白 这些蛋白受到一个老化的破坏 其实就会慢慢开始 就形成了一些的皱纹 和松弛的现象 因为其实就像个图那样 那些胶原蛋白少了 它就不能是巩固着我们的皮肤 所以就会是凹含了下去 凹含了下去 就会有一些的皱级位置 那些就是皱纹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我们就是保持着 我们的胶原蛋白充足的时候 让我们整个皮肤就比较是膨胀 比较紧致一点 按下去也有胶原蛋白 因为按下去 这些蛋白就会把它撐开 其实就维持我们皮肤的膨胀 而至于其实黑色素 和胶原蛋白来说 其实它们都会容易 就是受到一样东西的影响 就是这个自由基的影响 那刚才看到了 为什么会形成黑色素 其实黑色素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面 一个的胺基酸叫做鲁胺酸 就和一些酵素 叫做鲁胺酸酶 产生了一个反应 而形成的黑色素 那这个鲁胺酸酶 其实它会受到自由基的影响 而增加了它的活性 所以如果我们多了自由基 其实都会令到我们更加之容易 产生多一些的黑色素 就会有多一些黑色素的影响 就会产生出来 而另外我们皮肤里面的胶原蛋白 和弹力蛋白也都会受到自由基的破坏 所以越多的自由基 就会令到我们的胶原蛋白越来越少 自然都会越容易有皺纹的出现 所以其实我们要避免了有色素 和皺纹的现象出现 我们当然第一件事 就希望减少自由基的影响到我们皮肤的破坏 其次来说 当然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液氧 增加我们的鲁胺蛋白 和如何防止一些黑色素的产生 在补充鲁胺蛋白里面来说 其实我们香港 中国也有一句说话 就叫做二形补形 吃一些食物就说可以补充到胶原蛋白 而至于补充胶原蛋白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应该要吃什么食物 不是应该知不知道吃什么食物 而是印象中哪些食物会比较多胶原蛋白 通常会是一些比较多胶质类的食物 那哪些是多胶质类的食物 一想到人们通常会说 猪皮 猪脚 鸡脚 牛筋等等 就是吃下去有些胶质 会有些好像沾住口那种质感的食物 那会是比较多胶原蛋白的 但问题就是吃这些食物 是有什么影响 一来就是 其实你要每一天吃 而这些食物通常你看下去 这些食物通常会用满水 满住它来吃 所以其实盐份的吸水 其实里面的根很多时候有机会 除了有一些胶原蛋白之外 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胆固醇 脂肪在里面 而且在制法里面 其实也会增加了一些糖分的吸水 所以其实每一天 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吃的话 满下来都会比较高 而其次 其实这样吃这些胶原蛋白 其实它的分子量是非常大的 太大根本能力人体是吸收不到 所以其实你变相了你只吃了一些脂肪的热量 反而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和身影 但是就补充不了我们的胶原蛋白 也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其实就可以用胶原蛋白 尾基饮料来喝 因为其实它这些是一些针对皮肤所需要的胶原蛋白 我们皮肤里面的蛋白质有70%是胶原蛋白 所以如果真的要补充的话 当然就选回胶原蛋白来补充 而至于皮肤里面是蛋白质 有些人可能会想 既然我要补充蛋白质 我喝蛋白粉就可以了 但其实用蛋白粉来说 就补充不了胶原蛋白 因为胶原蛋白 其实它是由胺基酸构造出来的 胶原蛋白质也是胺基酸 但胶原蛋白主要就是用金胺酸 蒲胺酸和轻蒲胺酸这三种结构来制造 而至于你就这样吃蛋白粉的话 因为蛋白质的结构是会比较大 它需要拆散做细菌子 才可以给我们人体吸收利用 但如何拆散的话 我们是自己控制不到 所以你就这样补充蛋白质的话 它未必可以补充到我们需要的胶原蛋白 去维持平肤的健康 也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需要用一些小分子容易吸收的胶原蛋白 来帮助 我们的胶原蛋白美机饮料 其实就是用了水解胶原蛋白 这个水解胶原蛋白 其实就是将一些大分子的胶原蛋白 会比较容易吸收 会比较容易吸收之外 也是真的可以利用到胶原蛋白 至于你说到这些胶原蛋白 其实除了皮肤之外 可能是一些关节 或者一些位置 都需要用胶原蛋白 所以吃了下肚 胶原蛋白是否一定分配到皮肤 不一定 也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其实你看到 我们这个复合配方 其实是会配合到其他多达十种不同的成分 这些成分也是帮助胶原蛋白 叫做做做工的功效 让它容易一些 可以去到我们的皮肤那里 去发挥到它的效果 也用了我们的胶原蛋白美机饮料 其实我们也会做出一些研究 其实你会显示 每一日持续是吃两次的话 其实经过了大概是八个礼拜 其实九成以上的受访者 其實他們都會有一個主觀感受 覺得自己的皮膚的水潤度會提高了 除了主觀感受之外 其實你會用一些儀器去檢查我們面部上面的皮膚水潤度 平均都可以提高到28% 尤其是洗完臉之後或者上妝之後 本身皮膚都會比較乾水 也會感受它的水潤度也會高了 以平均過了12個星期之後 其實好像右邊那幅圖可以看到 其實明顯那個幼紋會下降了26% 同時間因為裡面的膠原蛋白多了 皮膚的彈性就會提高了19%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膠原蛋白美肌飲料其實都有很多的好處 包括了就是它的份量夠 我們一份裡面其實就含有5000毫克的水界膠原蛋白 同時間我們會用在一個叫紅蚊雕這種魚類裡面 抽取這個膠原蛋白 再用水界的形式形成小分子的性態 讓我們身體吸收得到 性態就是這個蛋白質 然後將它分解就變成性態 性態再分解才會變成氨基酸 性態就是一些小分子的一些氨基酸的鏈 其實就是我們的水界的膠原蛋白 還有其實剛剛說過我們會添加了很多其他的成分 幫助我們這些膠原蛋白更加容易在我們皮膚裡發揮到的效果 而且我們還會添加了這個腐媒Q10 九忌和人心精華 其實都會幫助我們維持一個好的面色 因為腐媒Q10其實它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食的氧氣 會幫助我們增加我們血液裡面的大氧量 另外九忌來說其實可以提高我們皮膚吸氧的功能 這三個其實都可以促進我們血液循環 血液循環好了自然我們面色看下去也會好些 加上膠原蛋白又可以增加彈性 所以其實整體看下去當然皮膚也會更加緊緻一點 年齡看下去也會比較年輕一點 而且其實我們這個膠原蛋白的好處 其實都可以和其他產品做一些比較的 你會看到其實我們的產品是用這個粉裝的形式出現的 其實我用市面一些比較常見的大牌子 就比較他們都會用一些飲品 即是一支支已經是直接開喝的形式來存在的 但是你說用這個一支支水分的形式來講 其實有好有不好 好就是當然方便 就這樣扭開蓋子就可以喝 但問題是其實不好處就是 其實你含水含得多的話 其實都會比較容易滋生到細菌 所以其實你看到一些脂妝的飲品 一來就可能它裡面會下了很多的防腐劑 避免做一些細菌滋生 再不是其實它們的保質期相對來說會比較短些 所以其實你說用哪種形態形式的存在 其實都各有的好處和壞處 但是我們看回其他的因素 其實主要成分裡面來講 我們就用這個水界膠原蛋白 其他有些可能就這樣叫自己膠原蛋白 有些又叫做三態膠原蛋白 三態其實就是剛才說的那些性態的形象 就是其實都會變成了一些小分子的膠原蛋白 讓我們身體容易吸收 以至於膠原蛋白那些就要了解一下 它究竟是不是有一些小分子的膠原蛋白 如果不是的話 相對來說還會比較難吸收一些 而含量來說 其實普遍來說大概是五千多毫克都有 可以看到品牌F 相對來說它的含量就會比較少一些 所以這個是一個考量因素去選擇哪一種的膠原蛋白來補充 至於其他成分來說 其實我們就有十幾種的成分幫助助攻 其他的產品其實他們都會加了不同的成分去裡面 至於來說其實都會幫助到抗氧化的效果 或者是幫助到我們的皮膚去容易吸收膠原蛋白 這些都是一些其他成分用來輔助的功效 至於糖分也要留意 其實有些牌子 可能是C牌子 它為了要令到那支飲品好一點 有機會它加的糖分就相對來說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因素 要考量選擇哪一種的膠原蛋白去補充 最後一個因素也是最多人可能會考慮的因素 當然是價錢方面 你會看到其實我們普遍都是用零售價來做一個比較 因為公平起見 當然我們有一些會員價 當然價錢可能越來越便宜 但如果我們就這樣用零售價來看 我們的價錢其實就除了比L品牌之外便宜一點之外 其實都會比C品牌和F品牌會比較貴的 但我們要看看每一支的價錢或者每一份的價錢是多少 因為你會看到C品牌和F品牌其實一個包裝裡面只有10份 但我們就有30份 所以價錢貴一點也是一個正常的因素 所以你除了一下其實每一份平均的價錢是多少 你可以看到原來反而是我們最便宜的 還要說的是用零售價的方式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真的因應性價比來比較 我們有一個小份子的膠原蛋白 同時間又會是膠原蛋白的合量會比較多 還有其實我們有其他的副成分去幫助皮膚吸收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價錢相對來說都會便宜一點 所以如果你說要選擇的話 當然我們那個膠原蛋白美肌的飲料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營養補充品 來幫助我們維持我們皮膚的彈性 除了你說耳型本型補充一些膠原蛋白之外 其實我們也要避免做一些自由基對我們皮膚的破壞 其實自由基包括了一些紫外線這些 其實對我們皮膚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 而且其實就這樣看表面的話其實未必看得清楚 好像這一幅圖其實就是一些光露化形象 其實曬得多太陽 多一點的紫外線 自由基之後 其實我們皮膚究竟那個色斑有什麼現象會產生的 其實你看到彩色相和黑白色的相 其實看下去那些斑的明顯性其實差不多的 這個就是真的一個六十多歲的女士 喜歡去曬太陽 其實產生了很多的斑點 就這樣看相片其實看不到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是表面的 但如果你用紫外燈來拍照 拍到你皮膚的底層發生什麼事 其實就會是這樣的情況 你會見到就是剛才說過 因為其實斑是由底層開始慢慢向上移的 所以你會見到其實這個斑就會非常之多 其實在我們的底層那裡一些黑色素細胞產生著 所以就會是慢慢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要治療 就是要搞定了我們的底層的黑色素細胞那一方面 而且不單止是一些六十多歲 一些比較年長一點的女士是會這樣的 就算是一個年輕的十七歲的少女 但她喜歡去曬日光浴 其實就這樣看這個黑白照和彩色照 其實她的鼻子那裡你會見到 都相對來說會比較多著斑 如果你用紫外光燈看下去的話 你看到她的斑相對來說都會比較明顯一些 其實她的底下其實可以產生了非常之多的斑 所以其實我們就要是用一些營養素 其實就需要是做一個叫抗氧化的功效 去抑制著這些黑色素的形成 而至於當中有些什麼營養素可以幫助我們 就好像一些莓類尤其是藍莓裡面 裡面含有很多的白麗老唇和維他命C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抗氧化營養素 去幫助我們去做一個抗衰老的功效 同時可以幫助我們皮膚做一個美白的功用 為什麼呢? 就因為剛才說過 其實我們的黑色素的形成就是 諾安酸和酵素諾安酸酶 所產生的一個化學反應 而造成黑色素出來的 而一些白麗老唇和維他命C 它是一個抗氧化的功效 即是它會抑制著諾安酸酶的活性 所以相對來說可以降低到這個黑色素的形成 自然會令到黑色素產生少了的話 當然沒有那麼多色斑會產生出來 另外也是降低了黑色素形成色素的濃度 即是就算形成斑也會比較淺色一點 所以其實怎樣可以補充藍莓裡面的抗氧化營養素 其實我們就用這個門脂堡來幫助 其實它含有三種的莓類 包括是有萬月莓、藍莓和複盆子的精華 就可以用一些很好的植物性抗氧化營養素 去幫助我們抗氧化 反而可以保護著我們皮膚沒有那麼容易產生一些色素 同時它是一個叫做無糖低熱量的補充品 又不會增加了我們身體的負擔 而且不含人道色素、香料、甜味劑底等 而且用一些植物營養素 其實有些人可能會擔心 它裡面會不會有些農藥、阿蟲、金屬的殘留 我們其實會經過了很多的植物的測試 確保了它裡面沒有農藥、阿蟲、金屬之餘 它們都會好好地發揮它的功效 其實不單止梅脂股 其實我們很多的產品 全部產品都是要確保了它的安全性 才讓我們的消費者去使用 所以其實我們有一個叫做種子到產品的一個植物的監管 就是全部的產品都用一個優質的原材料製造 由它的原材料開始到它的運輸過程 它的製造過程、包裝過程 全部都是受到它的品質的監管 確保著由種子開始到接收到消費者的手上 都是一個安全、沒有負擔的形式去製造的 所以就是確保它的安全性 亦都被消費者用得比較安心的 而除了剛才提到的色彈和皺紋的影響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皮膚會容易出現到的問題 就是這個暗瘡的現象 那為什麼會產生暗瘡呢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身體裡面累積了太多的毒素 這些毒素排解不了的時候 其實有機會會讓我們的皮膚尤面上反映出來 有機會會造成一些油脂開始堵塞著毛孔 然後會形成一些粉刺的現象 然後這些粉刺其實受到一些細菌叫做錯瘡降菌的影響 令到我們的毛髮發現 而發炎的時候會形成了暗瘡 其實這些就是發炎的狀態 而至於其實要去抑制著這些炎症的現象出現 有些人士可能會聽到一些坊間的現象 就是用大蒜來敷面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其實大蒜裡面有一種的成分 就叫做大蒜素 這個功用就是抗菌消炎的 但是問題如果你說直接用的臉 其實好不好呢 其實就未必那麼好 因為其實大蒜裡面的蒜素 是一個濃度非常之高 很有酸性的 所以其實如果說直接用的皮膚 其實對我們皮膚的刺激度是會非常之大 尤其是你長時間敷著的話 有機會讓我們皮膚甚至乎有些灼傷的現象出現 所以其實就這樣敷面就未必好 但是吃到肚裡面其實好不好呢 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其實大蒜的功效 剛才講過它裡面的大蒜素 它是一個殺菌的功用 尤其是針對一些球菌、放菌、真菌、病毒 這一類型其實都有一個抑制和殺滅的作用 所以其實你說補充了這些大蒜的話 其實它會做到一個強力殺菌的功效 你殺到菌其實對於我們的免疫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幫助在裡面的 而其次就是其實這些蒜素 也都可以幫助我們去抑制和殺死了一個 的陰門螺旋鋼菌 而且同時間它會促進到我們的食慾 所以加速消化 所以其實對我們的腸胃度裡面來說 它都有一個排毒和清腸的功效在裡面 即是大蒜來說都是一個不錯的營養素 可以幫助我們的身體殺菌和清腸度 而至於其實你會看到一些研究 我們也做過分了兩批的人士 一批就是有吃大蒜的 一批就是這樣對照了 就沒有吃大蒜的 經過12個禮拜裡面來說 可以看到有吃到大蒜的一批人士 患感冒的機會率都相對來說會比較低 就是因為它有殺菌的功效 所以其實它也都可以幫助我們 預防這個感冒的現象 幫助我們維持我們身體的健康 所以你說怎樣可以補充這些大蒜 其實都可以用我們的香蒜片去幫助 我們這個香蒜片其實就得到 一個諾貴爾獎的得主 Dr.Louis Gennaro來推薦的 其實他也是深信這個香蒜片 去幫助我們身體 去維持我們的免疫系統的功能 以及維持我們的生活管的功能 其實我們用這個香蒜片的好處 就是其實它是一個濃縮的產品 一粒的香蒜片 其實已經等於你吃了一整粒 這麼大粒的蒜頭的功效 所以其實它的效果是非常之高 而且雖然也是一些植物的來源 但是一樣通過了一些很嚴格的農藥 還有重金屬的檢測 所以都可以安心地去使用 除了你說用香蒜片去幫助它殺菌 去維持我們的腸胃度健康 維持免疫力健康之外 其實我們也可以補充一些益生菌 來幫助我們身體去排毒 去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因為醫生菌其實在我們的腸胃裡居住的時候 它會製造了兩樣的東西 就是乳酸和短煉脂肪酸 乳酸的話其實就可以幫助我們促進我們的腸的移動 如果你想移動得好的話 其實排便功能都會好些 我們會把一些毒素隨著大便一起排走 令毒素不會讓我們身體累積 一來不會影響到我們皮膚的健康 也不會那麼多毒素會影響到我們身體健康 影響我們的免疫功能 而其次就是這個短煉脂肪酸 其實會幫助我們修復我們的腸黏膜 這個腸黏膜其實修復到 好像一個城牆一樣去保護著它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容易被外來的細菌和病毒 入侵到我們的身體內 所以對於我們的免疫功能來說 它是一個很好的保護作用 做到一個防線去防防 而抑身菌來說 其實我們一個食用份量裡面 含有10億的抑身菌 它裡面就是凝結牙包抗菌 它的特性其實就是耐酸耐熱 所以就不需要雪藏這樣放在這裡已經可以了 而且也沒有添加任何的調味料 色素、糖分等等 它的特性就是耐熱的功效 所以其實它比一般市面上的益生菌不同 就是它可以配搭一些熱的飲品 或者是熱的菜式 它都是加入去 因為它不會受到破壞 其他的那些 因為它未必能受到熱力 所以有機會就是破壞了它 還有其它營結牙包抗菌的特色 就是它在一個不適宜存在的環境當中 會形成一個包子的狀態 就是變成一顆種子 去保護著自己 外面有一個保護罩包著它 所以當它通過了這個味道的時候 它才會開始發芽生長 所以我們用的量其實就只有10億 相對其他的產品來說 其實我們的益生菌不算多 因為它可以避免破壞 你會看到一些研究報告顯示 它進入的腸壞度是有97%的存活率這麼高 所以就不需要擔心說少了很多 為什麼市面上要用這麼多的益生菌吃進肚 因為它會被這個圍村破壞 而且不知道會破壞到多少 所以唯有異量取成 要吃得多些才可以通過到 希望多些通過到它的腸道 發揮它的功效 我們這個因為其實會產生一個包子的狀態 所以就會容易通過到 然後去到我們的腸道發揮它的功效 包括可能會平衡我們腸道的健康 同時可以抑制了一些病恐的繁殖 以及會幫助我們保持我們的腸道健康 沒有那麼容易有危機障礙 圖像蜂圖這些現象的出現 所以最後就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其實我們就好像電視節目一樣 抗氧動靈性健康都是要3D的 要編三個D 包括了看起來比較年輕 就是用這個肌原蛋白去幫助我們 去維持我們的皮膚裡面的肌原蛋白 看起來比較有彈性和緊緻一點 同時就是臉色又好一點 還有煤脂補裡面一些植物性的抗氧化營養素 去幫助我們去維持我們皮膚的美白功效 同時就是人都健康一點 就用益生菌去補充一些好菌 去維持腸圍到健康 也可以維持我們的免疫健康 同時就用香蒜片去裏面的蒜素 可以幫助我們做到殺菌的功效 去保持我們整體的健康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的參與 拜拜